选手们奋力冲刺 希望尽速溜冰项目能冲出好成绩 为推展青少年运动 落实体育向下招根 中华民国华伦溜冰协会 办理第40届中正杯全国溜冰锦标赛 而今年度在协会主委 及屏东县政府的眉河下 选定潮州运动公园办理 让来自全台的好手们 能在屏东齐聚 互相切磋成长 潮州的运动公园这个溜冰场 孕育了非常多的国手 为屏东争取 为台湾争取非常多的光荣 而这最后的最重要的催生者 我们溜冰协会的王志峰主委 他长期在这个地区出钱出力 然后培育 让举办了非常多的竞赛 让选手透过竞赛 透过彼此可以切磋彼此的技巧 或是互相的学习成长分享 来自台北葫芦国校的选手 在300公尺计时赛 夺得金牌宝座 强调这段时间 教练已安排他们 在潮州溜冰场地练习许久 感触良多 而透过全国赛的场地争取 设置在潮州 现场强调 除了可以让选手们更了解屏东 也能看见这个孕育许多优秀国手的重要场域 这次来全国中正杯比赛 我们教练带我们一起来练习很久 我跑300得第一名 谢谢教练和家长们的支持 下次会继续努力的 我们看到整个亚运也好 世界大学运动会 整个所有的金牌选手都来自这个地方 也在王主任委员的带领下 创造国家的光荣 那这一次我们特别谢谢王主任委员 称起到全国在我们李秘书长的支持下 称起到全国杯的竞赛在屏东 让更多人了解屏东 让更多人了解潮州 这一个孕育着国家荣耀的 这样的一个场域 第40届中正杯全国六兵锦标赛 从即日起至10月28日 举办竞速六兵项目 而六兵去棍球则在11月12日至18日 介于潮州运动公园六兵场办理 欢迎乡亲踊跃丽临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屏东逊不停阳正义采访报道 第20 New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